以医用外科口罩为例 它的结构主要包括三层 外层无纺布主要是防止液体飞溅及大颗粒物 中层是静电溶喷无纺布 就是贺电层 利用静电吸附作用有效阻隔微小颗粒 特别是携带纳米级病毒的微粒或者飞沫 实现对病毒等微粒的有效隔离 内层无纺布用于阻隔呼出的水汽 而这其中中间层的作用 对于口罩的保质期时长最为关键 病毒一个很小的它一下就穿过去了 所以你靠物理的这种阻隔阻不掉 那它里面是靠的静电 有静电厂 这个静电厂中一下 这个颗粒就进不去了 相当于有个无形的网在上面 好 那么我们以前讲口罩怕水失效 就水一碰到这个 它的静电就被水带走了 失去了对电厂吸附病毒 纳米病毒的这个效应 静电消失 口罩就失效了 那么如何给口罩冲上电 科学家们在这个小细节上 动起了脑筋 其实生活中的静电 无处不在 研究人员想到了 采用便携式静电发声器 对普通一次性医用平面 无纺布口罩 进行二次贺电处理的方案 而这些小设备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 电吹风 电风扇 还有呢 打火激浪的充电器 静电发声器 我们都可以 那么什么才是让一次性口罩 安全重复使用的正确操作呢 首先我们需要将使用后的一次性 医用无纺布口罩 至于56度以上热水 泡30分钟消毒处理 通常 废水与室温水 按20摄氏度算 1比1混合后约为60度 为提高灭毒杀菌效果 可适当提高废水比例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要将口罩从水中取出 甩掉表面液滴 平放在干燥的绝缘材质表面 如桌布床单等 用电吹风机 吹轰约10分钟 吹干并喝电 或用普通电风扇 吹口罩约15分钟 通过口罩内部纤维的摩擦 或外部放电等 使口罩材料重新喝电 所以第一步就晾干以后 用电风吹来吹它 大家知道 你吹头发的时候 吹干了以后 最吹的时候头发就会捧起来 这就是静电效应 所以对着它一定的距离 比如说10公分 用电风扇吹它 吹个10分钟到20分钟 这个就差不多了 前面两个步骤完成后 我们再在绝缘桌面上 撒一些碎纸线 将贺电后的口罩平放 并使外层接近碎纸线 距离约一毫米 但并未接触时 可观察到口罩对碎纸线的 静电吸附现象 口罩贺电成功了 我们可以再次使用 如果静电吸附现象不明显 则可通过延长电吹风吹轰口罩的时间 再次测试 实验表明 对四类广泛使用的普通口罩 进行再生检测 其重要指标与新口罩相当 衰减率约为0.5%至1.5% 可再生循环10次 专家同时强调 这个重复利用的方法 仅限在医院以外等 其他低风险暴露的区域使用 时时刻刻想到科技是做什么的 要为社会服务 要为国家经济服务 同时也要为老百姓的生活服务 这一点呢 我说工程院的这些院士们 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这样结合的 所以他才会有很短的时间的 提出这样一个可行的 简便的 让口罩再生的一个技术方案 请不吝点赞订阅